你聽懂了嗎? 聽懂了嗎? 聽懂了嗎? 這個練習就做一下 這裡這裡 一二三 八二八 對不起 這裡這裡 這個做一下 這裡有三個嗎? OK 你怎麼還沒想什麼 看後面 我都在樓下來等你半個小時了 來 什麼來 你怎麼還沒來 可以嗎? 來 前面還要用一個字 還差一個字 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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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裡 這裡是什麼 我在樓下等你半個小時了 那麼說話人在哪裡? 在下面對吧? 對 下來 下來 對 還沒下來 對 第二個 這 已經 已經 睡點 半個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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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什麼 什麼 繼續拿嗎? 不能用拿 別睡了 睡 別睡了 是什麼意思? 睡覺睡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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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能是已經上午 已經早上的 10點半了 快點什麼 你不要睡覺了 別睡覺了 快點 什麼 過了 快點 接著 起来 对快点起来 对 别睡了 别睡了快点起来 明天去 朋友家 我想 这个字 我想 我像 呆来 不是不是 带是对的 但是你要去朋友家你要带什么 带 不是再来 带去 我想再去 对 再去 再去 那如果你的朋友 来你家 他是什么 再来 朋友来你家是再来 那么你去朋友家的时候是 带去 带去 理解了吗 这三个句子你们俩读一下 我是一 那你先读吧 这里的 就这个 对 对 你怎么 你怎么还下 还没下来 我都在 我都在楼下等你半小时 半小时了 半小时了 小时了 已经十点半了 快点起来 快点 你怎么还没下来 明天去朋友家 我想带去一下 一些水果 好 你读一下 你怎么还没下来 我都在楼下等你半小时了 自己十点半 已经十点半了 快点起来 别睡了 明天去朋友家 我想带去一些水果 这个没问题了 我们来看第二个 两个动作连续放在这里的 两个动作 你先读一下这个 我下了课酒去客 对,下了课 妈妈起了床 起了床 起了床就做做饭 早饭 小肝拿了三酒下来 你每天晚上吃了饭 你每天晚上吃了饭 吃了饭 就睡觉 就睡觉 我下了课酒吃饭 妈妈起了床 有一天晚上 你每天晚上吃了饭 就睡觉 这个意思你